欢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度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六轮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 甲方 度假思想比渔假思想更适合现今香港青少年处事认识 粤方 渔假思想比度假思想更适合现今香港青少年处事认识 由甲方天主教角德性中学对粤方保禄陆逝书院 现在为大家介绍双方辩元 甲方主辩周嘉林同学 甲方第一副辩林若飞同学 甲方第二副辩严正南同学 以及甲方杰辩张丽营同学 甲方第一副辩王子嘉同学 甲方第二副辩邓希文同学 以及甲方杰辩温瑞恩同学 现在会为大家介绍三位评判 他们分别是香港大学李兆基堂辩论队队长陈允先生 曼军会之中学辩论队负责老师李政权老师 以及保良局赛计有学校前辩论队负责老师梁慧女士 本场比赛分为主辩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 结辩共六个环节 台上辩元发言时间为4、3、3、4 每位台上辩元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会有一丁提示 丁时间到会有两丁提示 丁丁过时15秒则会有三丁提示 丁丁丁居士本人将打断辩元发言 并提醒评判扣分 详细赛规早前已发布于各参赛学校 请问双方主辩对赛规有没有任何疑问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现在请先由革方主辩发言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说出可以 嗨咪嗨咪请问在续各位听到 清晰 可以开始 订 主席評判,再者各位,大家好,要思考餘到何者更適合香港的青年人,首先就要知道香港青年人現在面對什麼問題,簡單歸納主要有以下三個問題,一,物質主義,香港是一個公利物質的社會,年輕人從小就被灌輸要賺大錢買車買樓才是好生活,一種的思想令青年重視物質,正如香港理工大學在2017年的研究顯示,香港有四分之一, 中學生都有物質主義的傾向,二,精神健康欠佳,香港青年協會在2021年訪問了大約四千名的中學生,結果指出超過四成八的受訪學生壓力指數都偏高,香港自殺報道資料庫甚至指出近年自殺個案數字有上升的趨勢,學生因為學業家庭或者是貧背的壓力而選擇輕生,年輕人的精神健康令人擔憂,三,社會束縛,早前一名中五的學生, 就因為頭髮過長被校方警告,違反校規,面臨著記缺點停學等的處分。其實性別定型在香港很常見,男生要剛強外向,要上班賺錢,而女生就要端裝溫柔在家裡照顧孩子。 除了性別,有人認為醜就是等於錯,窮就低人一等,以至於容貌階級都成為年輕人的束縛。 而要衡量變題,就要看究竟道家思想還是儒家思想更能夠應對現今香港青少年面對的問題,更有助他們的個人成長。 當然要討論變題,不可以只用一兩句道家或者儒家的名句去論證或者反對變題,而是要將重心放在兩家核心思想上。 道家核心思想是中庸和無謂,但並非無所作為,而是遵從自然規律,過上小屍寡慾的生活,按自然規律而行。 道家代表人物莊子也借炮丁解牛說明凡事應該要順應自然,避開一切的矛盾,才能保存生命不受傷害。 至於儒家思想就是古時社會秩序的根基,核心是克技復禮以為人,強調克制自己的慾望,令言語行動都合於禮就是人的體現。 儒家強調人倫關係重視禮教秩序一直影響著中華文化的發展。 而我方覺得道家更適合現今香港青年的原因有二,一,建立簡單生活模式,有利身心健康成長。 道德經下篇道經第46章有言,禍莫大於不知足,又莫大於欲得,意思是最大的禍害是不滿足,最大的過失是貪得無厭。 對應著現在物浴還留,求賺錢求買樓這種社會模式。 道家思想教導青少年節育,建立簡單的生活模式。 當青年人不再追求無盡的物慾,他們的競爭心態、學務名利的壓力也可以得以輸解。 對於外界的期望以及自身的壓力也可以放低執著,從而去減輕精神壓力有利於青少年身心的健康發展。 而擺脫成建束縛有助個人發展。 現今青少年受到很多社會的束縛。 有人說女生不適合讀理科,男生不適合讀文科。 有人說不夠漂亮的人就沒有資格拋頭露面。 甚至有人說成績不好就是壞學生。 一些枷鎖都制約了青少年的發揮空間。 但是老子道德經講到,人發地,地發天,天發道,道發自然。 老子認為凡事都應該要順應自然,不可刻意追求。 萬事萬物要遵從天賦的品性。 應用在教育上就是要尊重青少年的成長規律, 順應他們的本性。 道家可以令他們明白不一定要隨波逐流, 盲目地迎合主流,改變自己。 當年青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才可以發揮到他們的所長, 有助社會多元發展。 最後想問右方同學對於一個飽受成長壓力的青少年, 是叫他愛惜生命,順應自然, 還是講求人以禮智,更加幫助到他成長呢? 多謝各位。 謝謝各位。 甲方主辯所用時間為四分。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下來,有請粵方主辯發言。 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說出可以。 請問聽不清楚。 清晰的。 可以了。 明。 主席。 zoning1單1筒1小酒1一瓢風飲在漏行人也不堪其宏 templero, 御匯也不改其遛。 即使只要一竹 nicht簡單的飯菜1個水, 在簡陋的小巷中顏匛都可以自得其有 look e mai。 可見道各所推成解案憑諾到, 再者,其实今天有方也没有比较说 瑜伽思想为什么会跟有方你所说的成见有关系呢? 其实今天有方也没有举出过任何瑜伽的一些核心思想 又或者是语例去论证 究竟为什么他会不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 最后想请问有方的同学 究竟为什么有方的思想就会加剧到他们的精神压力呢? 今天,故我方今天衡量 将从个人及社会两方面衡量 现今青少年更适合用哪一种态度应对挑战 我方论点有意 第一,提供明确指引陪优德内下 根据著名心理学家艾瑟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论 存于青少年期的人需要自我统整 及自我认同意建立明确的自我观念与自我追尋方向 而青少年在此阶段容易感到迷惘不安 然而道家所推传的徐心所欲率性而畏 如《道德经》第43章 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气及之 意思是不讲出来的交道,不在任何行为干预 可见道家认为不应该有任何固定的规限又或干预 应该让人自由发展,无法为青少年提供清晰指引 相反,瑜伽的道德行观具体全面,从正面而见 瑜伽的道德原则指引青少年应该如何处事应世 如瑜伽一核心思想五常,则人意义自信中的知 主张通晓天地之道,深明人世之理 青少年可以透过博学知,审问知,慎思知,明辨知,督行知 得到知,即广泛学习,详细询问,周密思考明确辨别 忠实不怯的实行,从反面而言 瑜伽思想亦告诫提醒青少年不宜之事 愚人强调对他人的尊重与有爱 因此,青少年应该将循迹技术不辱,密思于人的唯人处事原则 不将自己不喜欢的事物强加于他人身上 青少年通过实践瑜伽思想,涵养得胜 可见,瑜伽思想主张的处事原则 比原道家思想更具体清晰,有助培养青少年品德修养 第二,提倡公民意识,关怀服务社会 青少年阶段是建立价值观的重要时期 而公民意识的培养则有助青少年的后推动社会进步 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政治学博士、中理中易研 公民意识有作个人了解在其民主社会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尽然增长对公众事务的关注 然而杜加福乐人与社会的责任 如《老智希道德80章》所说 鸡犬之声商民,人们老死不伤往来 人而天下太平无私 意思是国安本分,不会主动理会或着干预他人的事 而代百姓自然富足 杜加重视个人与自然并不以服务社会为志向 无法培养青少年的公民意识 相反,如今思想提倡将人抗充至多元患者 大学一书中提到的三纲包括明德 即是要将余生俱留的德行彰显出理 亲民即是要关心众心疾苦 自善即是要将事情做到尽善尽美 上述主张强调个人与社会物不可分 提醒青少年需要关心社会 履行社会责任 前国际中学哲学会会长沈青从教授也指出 推行人心向外的伦理思想核心价值 在现今全球法的社会也是非常必要的 可见渔家思想能够培养青少年关心服务社会的意识 推进社会进步和限 总括上述两点 渔家思想比度假思想更适合现今的香港青少年 最后请问有科同学 度假思想如何舒缓现在香港的社会问题呢 多谢各位 月方主变所用时间为3分57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台上发问环节 先由正方派 甲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向月方主变提问 发问时间为1分钟 之后月方主变会有一分钟准备 然后有一分钟时间回答 提问和准备一样 在限时前到达15秒会有一丁提示 叮时间到会有两丁提示 叮叮接着就轮到月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 向甲方主变提问 请评判注意填写分数次序 月方分指第一格依法言次序是回答分数 第二格才是发问分数 现在有请甲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发问时间准备好 请说出可以 是可以了 叮 各位大家好 假设现在有一位中六的学生面临大学选科 他想读的是哲学 但这一科在一座人的眼中都是黑色的科 但这一科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但他父母和其他人都觉得读这科是没有出路 是黑色科赚不到钱 就一定要他读医读法律才有出路才赚大钱了 请问有方同学 现在这个学生应该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去简直学 不听父母的建议 可以在自己所选的道路上发展 还是应该要好像有方同学今天所说 跟礼教 跟指引 听从父母的意见 看一条自己不追的道路上走呢 多谢各位 粤方主编有1分钟准备时间 叮 三 丁丁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月方主辩进行答辩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说出可以 请问听得清楚 可以开始了 订阅 评判就各位 首先多谢一方的提问 今天一方的尝试就说 要探讨核心价值 但听父母这个是 他所延伸的是 渔家思想中国的效果 但是其实 其实,瑜伽思想的核心价值是修养品德,注重爱心的人 就好像论语所说,人而不人如理何 一个人没有仁爱之心,遵守礼仪有什么用呢? 其实,换言之,人是瑜伽的核心思想,更加是礼乐的内在依据 可见,瑜伽并不住将僵快和虚眼的礼乐制度 相反,礼制会随着时代改变而变迁 而今天有方理想改出的例子 听他那个学生和自己的父母进行一些沟通 以一些合适的理由去说服父母,不是更好吗? 按照有方逻辑,难道道家思想就可以和父母断绝关系 坚持他自己做的事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吗? 多谢各位 现在,有请粤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向甲方主便进行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说出海 准备好了 主席、评判、继续各位,大家好 今天的辩题要大家论证更加适合 可惜的是,今天有方同学的主便 两个论点都没有尝试比较过 瑜伽和道家何者 在你的论点中更加适合 好了,有方同学说今天要看核心 我们就一起看看 有方尝试说道家可以解决到物质主义的问题 今天我看到瑜伽,他的核心就是讲道统 道统,讲道,而讲道德 同样无话要追求物质 因为讲道物质有可能会损失道德 所以今天瑜伽同样都可以解决到 有方同学你所说的物质主义问题 请有方同学来比较 究竟为什么瑜伽比道家更加差 在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上 还是有方同学只是将现在的问题 去归告到瑜伽,到瑜伽数 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你有方同学来说 为什么现在的物质社会 是和瑜伽有必然的关系了 多谢各位 现在粤方主编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叮 谢谢 订阅 叮叮,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甲方的主辩 进行答辩 你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准备好之后请讲出可以 是吗?是吗? 请问这位置听不听到? 清晰 可以 清晰 今天有方首先说我方 没有比较谁更加适合 但是我方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更加要注重道家思想 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的压力是大 这是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的压力大 就是因为他们读书压力大 精神压力大 大致社会小事 加了老师给他们的压力 而我们道家他说什么呢? 虽然万物有差异 但是知识其识都是最适合自己的形体 这是道家的体现 这样就可以令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压力 再者今天有方就跟我们说 就说我方 错误归咎于 将所有的错误都归咎于 虞价思想 我方今天并没有提及过这样 而是说 现在虞价思想推行了这么久 他从来都没有解决到 现在那些精神压力大的问题 或者是 更加多社会上的问题 物质主义也无从解决 多谢各位 台上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有请甲方第一负面发言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 请向镜头说出 可以 准备好 叮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有封今天的标准其实很奇怪的 今天明明是说 香港青少年的处事应勢态度 理应由青少年的角度出发 但有封跟我们说 社会发展 强行给这么多社会期望青少年 要他们压抑自己 总之社会叫你做什么就要做什么了 而要寻视辨题 不妨将辨题拆分为两个部分来理解 一 现今香港青少年所面对的困难 有方同学就说青少年没有方向感 没有公民意识 然后有方就误解了我们 其实我方从来都不是说现时的问题 是由瑜伽造成 而是我们现时的问题 我们要讨论是瑜伽还是道家 才可以解决现时的问题 首先 瑜伽到底如何才能让青少年有方向感 有你的公民意识 而有方所说 这些现况问题 又是不是真的那么严重 又是不是真的那么急切 需要解决 有多少人是不关心社会 再者 其实瑜伽思想是现时社会秩序的根基 有方眼中的无方向感 无功能意识 会不会只是青少年面对社会的重重规矩和触摸 他们不甘心 不认同 他们没有有方那么小故 他们可以争扎反抗 而无方向感和无目标 又是不是比我方所说的青少年的精神健康更加重要呢? 其实说到尾方同学 今天就是以诚言人的角度跟我们说 只要循规道举就是一件好事 青少年不遵守规则 以及固有思想就是一件坏事 好了 青少年很大压力 有方不断跟他们说 总之你贡献社会 你先理解别人 不要理自己 怪不得年轻人现在这么大压力 不单止是这样 青少年从幼稚园开始就要参加不同的兴趣班 为求小学入到名校 这些这么竞争激烈的社会背景 怪不得令到 15岁或以下的少年自杀率 由2019年的0.7 升到2020年的1.3 升幅近一倍 其实庄子也说过 知其不可耐何而 安之若命得之自也 老子也说过 提及要遵从自然放下执着 叫年轻人做些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 不是盲目跟随社会的期望 青少年也可以不用执着于达到外界的期望 从而降低他们的精神压力 二 瑜伽和道家思想 有方同学就说 瑜伽思想什么都包含 又人人关心社会 又教人知书释礼 反问有方同学 到底具体是瑜伽的谁 他又说了什么 说要教人知书释礼 令人关心社会 好了 再者 有方其实在台上发问的时候 也承认了 瑜伽所提及的那种礼节规范 在某些情况是不用遵守的 说到尾方同学其实都跟道家一样 额港求弹性的 我觉得世界上的规范不是绝具的 我们其实要的是随遇责安 顺其自然 固然道家和瑜伽的思想内容很广泛 比赛里面不可能全部含蓋 所以我们应该归纳出 瑜伽和道家最核心的内容 再讨论到底适不适合他们的个人成长 相比在有方眼中很重视社会价值 不惜一切都要共庆社会的瑜伽思想 道家其实是 提倡健素婆婆小思寡寡慾的 简单生活模式 在这个万官家下品 唯有独立社会背景下 就像李惊喜警员所调查的活教案 一个十二岁 一个中二的女生 竟然为了买名牌而去卖身 可见现今青少年从上物质主义 而道家思想就正正帮到他们 反问有方 到底是青少年的精神健康更重要 还是有方手帮要贡献社会 接着下来有请月方第一负便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说出可以 试咪,试咪,试咪,请问听不听到 清晰的 可以 听 主席 评判着各位 其实今天有方同学将整个道家都说得很好听 说现在道家可以帮青少年收养他们的自身 令到他们自身没有那么多的压力 看看有方同学的前提是什么 有方同学说现在香港有很大的精神压力 青少年是因为很多不同的束缚而有的压力在 其实有方同学你都会说的 是现在青少年因为现在世俗的压力 因为现在世俗的不同的束缚才导致这么大的压力 现在有方同学采取的态度 就是用道家那种顺其自然的态度去应对 难道有方同学这种态度不是在逃避的吗 最后反而有方同学你根本就没有去谴责 现在社会上的这种这种的束缚 而反而去将这种东西去归咎于青少年 应该要怎么去应对 应该用这什么态度去应对 有方同学这种态度到底是否值得可取的呢 而相对地 瑜伽他们提倡的那种精神 有方同学所说 第一个论点所说现在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就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就要放下执着了 但我们看看瑜伽做不做有方同学所说的这种东西 而瑜伽都做到的 瑜伽在追求理想的同时 应该主张 窮质独善其真 达质兼债天下 正是想青少年就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调节自己的行为方式 即使遇上有方同学所说 各种的不开心 各种的人生逆境 都应该要保持平常心 做好本分 修养品德 而再来 有方同学说 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命理要追求 我们要上楼 我们要做官 我们要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但是现在就没有提倡说我们一定要追求名利的 例如说 刚才我方署里面也说过 说岩绘的一单食一瓢饮 而随此之外 黄安石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的 黄安石他是对这个世俗有一些的抱负 而他去实行他的抱负的方式 不是说他一定要做官 就算他当朝的一些的君主 去想他做官的时候 他也宁愿去一些地方那里去做一些实务 而不想去 而不想去阿瑜奉承人家 其实可见 如今他推上的 都是去安藤乐道 并不是有方同学你所说的 这么负面的 而再来 第二个论点 有方同学说 就说 现在个人的发展 就非常之重要 所以我们应该要 顺其自然 有方同学在台上发问的时候 就说 现在青少年 现在青少年有很多不同的压力 所以现在我们要担心的 应该是要怎么去 应对这种的问题 有方同学根本就无论证过 到底 这个道家应该可以 怎样去 怎样去应对这些问题 而瑜伽到底是怎样 不可以应对这些问题 而面对我方所说的各种问题 有方同学最后都是没有回答过的 而除了各位 正如我方主便所说 青少年在成长阶段 容易去感到迷茫不安 而瑜伽思想正正 协助青少年专注 子生修养 培养品德 例如说 五常里面 包括五种为人的基本要求 这种正正就是做到 有方同学所说想做的东西 多谢各位 月方第一副便所用时间为 3分07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来有请甲方第二副便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之后 请向镜头说出可疑 试密 试密试密 各位听不听到 清晰的 诶是可以 诶 还有个位置 大家好来到 义父就不难分 有方同学今天有 很多的不解答问题 首先有方同学今天认识了 道家是解决到问题的 但有方同学标准过高 觉得要解释所有社会问题 先叫道家有用 所以有方同学今天的标准是不合理的 而且今天有方同学今天是什么 是扭曲杀道家 和瑜伽 觉得如今是什么都包裂 但道家是什么都解决不了 而且说到道家和现在十分之相似 就说如今又可以解决到道家所说的 不知道什么物质问题 有方同学你这样说的话 这面题是不应该讨论的 还有有方同学今天全集在读解道家的 道家不是鼓励人们放弃社会 不向社会服务 而是鼓励无为中庸之道 叫他们信应自然就可以 是给他们一个选择去选择 不用逼他们跟随主流 不是有方同学说的信应自然就是放弃社会 有方同学今天说什么 现在青少年不会关心社会了 所以现在可以教他要关心社会有公民责任了 但方同学我们先论证 有点青少年是漠视社会的 现在还有方同学今天觉得青少年就一定要投身社会 就一定要帮社会 但为什么他们今天一定要跟随主流 为什么一定要去实行公民站 为什么一定要去做高薪投资的工作 不可以有第二个选择 例如喜欢大自然的可以去耕田 喜欢历史的可以去考古等等 还有有方同学今天呢 根本就是漠视青少年现在所面对的问题 刚刚我方主 刚刚我方一副问你了 觉得青少年的生命重要一点呢 还是有方同学你今天所说的例子重要一点 有方同学不回答 有方同学其实都知道 青少年现在准备的问题是什么 是他们的精神压力 其实青少年在成长的阶段中 是要面对非常多的压力 例如父母的期望 别人的目光等等 根据全港精神健康指数调查 202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 现在当中有六成的青少年精神健康是不合格的 当他们处于这个高压的状态下 会是想偷偷有方同学今天所说的 瑜伽那些得智体群尾 叫他们去投身社会有公民责任 还是可以听道家的信应自然 让他们自己做选择呢 其实今天瑜伽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是人伦关系 要分掌有专碑 所以老师父母说的东西就一定要听 叫你读什么就读什么 做什么工由他们选择 所以青少年根本现在就不可以按自己的意愿 去做选择 反之是什么 道家强调信应自然 打破常规 在装置的逍遥游里面 位置有个很大的葫芦 但他觉得没用 于是打烂了 但装置就提出了 葫芦其实不一定用来做腰洲 不一定用来做腰洲 不一定用来装水 所以我方今天不是坏 要将社会上所有的规矩都打破 而是可以根据装置的提醒 知道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很多种可能性 不需要故步自封 那青少年只先可以做选择发展所长 信应自然 而不是今天方傻手提出的瑜伽思想 觉得什么都要跟规矩跟主流 令他们继续受压 损害他们的生命 所以我帮今天变题是你已经成立了 多谢各位 甲方第二负变所用时间为两分 五十十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准备好了 接着下来有请月方第二负变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之后请向镜头讲可以 可以了准备好 定 主席 评判 正在各位 大家好 有方今天先冷静一点 他不断说我们要有方和学 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 但有方从来没有说过 不如让我义父从有方和你所说的问题 去看看杜家和瑜伽 何者更适合 首先有方和学很强调的 现在香港是物质主义社会 所以瑜伽今天就是叫大家看物质 等等 有方同学 你现在哪一个成年跟你说 现在我们要追求物质 我们都说了 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就是说虽然我们说富贵我们想要有 但我们最重要注意的是道德 我们用什么的导意 用什么的过程 去找到这些富贵 从来没有叫人去追求富贵 而我方所说 黄安石他宁愿去地方做官 他都不是中央官那里赚大钱 宁愿都是一个例子 有分学怎样解释呢 没有解释都只是一副一笔大国 很明显有分学是没有比较过 为什么瑜伽同样叫大家不要追求物质 而是注重追求物质中的导意的时候 不可以更加适合有 不是更加适合青少年 甚至我们可以给到青少年 在瑜伽思想下 就算他们是一个向上流 去赚钱的一个意欲 他都是用一个合适的导意 去追求严谋像道家那样 同意很明显 有分学今天所说的这个问题 不是只有道家才能解决到 甚至瑜伽比道家更加解决到这个问题 第二我们看看有分学你所说 因为有一些社会出波 所以青少年失去了自我 等等 为什么瑜伽是和有分学你所说的成见有关系 今天呢 瑜伽所讲的礼制 他的核心价值是人 是义 是智 这些是一些道德思想 不是叫人一定要跟从社会 而所以呢 我们知道有一些的封建康泊 我们不应该遵守 但有分学你没有解释到 为什么这些成见 和瑜伽必然有关系 所以呢 有分学不断地重复 是不是要他们按主流 跟主流 这些失去自己 其实瑜伽根本没有说过 甚至瑜伽呢 他叫人在社会上安心立命 但是呢 从来没有说过不可以收心了 但不可以追求自己想追求的东西 这个就是第三个了 有方和我呢 今天一直误解我方所讲的 回馈社会 今天所讲的回馈社会是什么呢 就算在社会做每一个的 每一个的职业 都可以是回馈社会一部分 例如有方和你所讲的 农民 考古 他们只是不跟着主流 而不是不跟着瑜伽思想 所以呢 在瑜伽思想的底下 就算是做农民 做考古 甚至是独自学 都是在回馈社会 都是为社会做出贡献 不明白有方和学 为什么会觉得呢 瑜伽思想就是反对他们做农民 做考古了 今天呢 不难发现有方和学 才是最扭曲 瑜伽的核心思想 和度假的核心思想 甚至是有方和学都没有比较过 今天呢 我方所说不是青少年他们不注意社会 没有方向感 而是青少年需要有方向感 他们需要有社交化 他们说他们应该有什么道德 而有道德不代表他们一定要跟着主流意见 就像哲学的例子 我们知道我们要孝顺父母 父母不听我们的意见 我们要积极和他们沟通 去达成共识 而不像我方所说 完全忽视所谓的孝道 那是不是团组关系是最好的呢 很明显有分头解释不到他们两个分歧的时候 这边是你应不成了 谢谢各位 月方第二负面所用时间为3分09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现在会进入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各有两轮发问 请甲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员发问 请便员开启镜头定视麦 是 隔方的同学 对了 你有1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说出可言 各位 视麦视麦视麦 请问听不听到 清楚的 可以 叮 主席 主席 评判 再次各位 大家好 首先我方从来没有说过 是 现方的物质主义青年压力大的问题 是愚家所带来的 也不是因为愚家 所以人们才去追逐 不明理 而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 究竟现方的问题 青年所面对的问题 究竟愚家 还是道家更适合他们去面对呢? 正如我所说 现在的现方就是青年面对精神压力大 自杀问题严重 而道家就会叫他们放下执念 不要介意世俗那么光活出自我 但有方同学就说我们逃避问题 按照有方同学的逻辑 青年是否要执着世俗眼光 将别人的慢慢放在心上 甚至踏上不归路 有方同学先觉得不是逃避呢? 谢谢各位 月方有1分钟时间准备 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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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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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叮叮,准备时间结束,有请月方派出一位台上别人进行答辩 你有一分钟的答辩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 准备好了,叮 主席评判,再者各位,大家好,尤方不要再打倒草人了 尤方今日没说过道家一定是逃避问题 只是道家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比起瑜伽更加积极去面对 例如有方同学所说的一些社会,不同的职业 其实都是用瑜伽去积极去做好自己的分内事 甚至是一个忧患精神,去关注社会上发生的事情 这样不是对青少年更加好,更加是有一个群体社会里面居住会更加好吗? 再来,有方同学尝试把世俗的眼光等同于瑜伽的思想 但今天我方已经重调多次,瑜伽思想并不代表你一定要跟世俗 像我方所说的黄安石,做京官当然是主流 做京官当然是世俗,为什么黄安石仍然是要去到地方观?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宅善故事 所以我方今天不断重调的,瑜伽所说的 我们应该要追寻的是追求结果之中的过程 这条路上的风景,我们要做一些合乎道义的事情 而某次有方和你扭曲瑜伽说,只是重视结果 还是重视主流,换回到青少年 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 请停止发现 现在有请月方进行第一次的台下发问 请台下发问的同学开启镜头 并说出可以 是可以 叮 有方同学,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有方说到 好,停一停,停一停,有些feet 你试多一次位 是,听不听到? 好,来一次吧 是的,准备好了吗? 是,准备好 叮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有方同学说 道家令青少年不随波逐流 顺从自己 但客观环境不会因为道家思想而改变 当青少年不断和自己说要顺从自己 但社会对青少年的规范 要求连连驾于青少年身上 就像有方同学你所说的性别兵营 阶级官面,社会束缚仍然存在 下方要求男子剪短头发 在道家的层面上 他选择了顺认自己 都仍然被下方惩罚的 精神压力没有减少过 在愚家的层面会选择下方沟通 尝试解决问题 在右方的道家处势方法下 所有社会束缚都没有改变过 当社会思想和青少年个人思想出现冲突 压力为什么会减少了呢? 多谢各位 好 甲方又一分钟准备 叮 好 丁 丁丁 丁丁 请甲方进行台下答辩 你有1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讲可以 小麦,小麦,请问在座各位听不听到 清晰的 准备好 丁 各位,大家好,有方问我方 要怎样令到余道家思想 怎样令到解决问题 解决到严谤才叫做 是论政党变题,首先有方今天都认同 我方所说的所有背景问题 说明有方今天是输打赢要的 他们以赴又说认同 道家可以帮青年搞抹 但他们的标准就是要改变现况 要谴责现况才叫做论政党变题 他们的标准定立到如此高 我想问有方同行 到底你的余家思想又怎样可以改变现况 怎样可以令到社会的束縛 令到青年不再受到社会的束縛 令到他们不追求物欲 多谢各位 现在有请甲方进行第二潮的台下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好,请赶出可以 试咪试咪,试咪,请问听不听到? 清晰的 可以 定 主席,评判,进入各位 大家好 台上发问的时候 有方同学说 孝不是瑜伽的核心 还说可以按情况移定 看情况再谈 有方义父都知道 瑜伽讲孝,讲法行以孝为先 所以简方不听父母说是叛逆,是不孝 更重要的是有方同学说 瑜伽有明确的指引,有清晰的道德观 后场就说有时不用守 沿途风景更重要 一时要,一时又不用 其实有方的立场是觉得 瑜伽有明确的指引,姓少年要跟 还是觉得瑜伽都是因时制衣 不一定要跟呢?多谢各位 好,月科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叮! 3 6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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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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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月方派出一位同学答辩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 准备好 叮 主席评判,各位先先澄清化 校一直都是瑜伽的思想 再者首先,我们问题是由我说来说去 都只是觉得我们今天瑜伽 就等于完全遵循了以前的周礼 我们一定要听上级话 我们一定要为父母守候三年 但问题是我们正正今天要审视的是 要怎样将这些瑜伽的核心、人意、理智信 延续到今天的现代社会 用改变它的体验方式 实行在现代社会的方法 才是我今天辩提讨论的重点 正如以前也有男女不平民的思想 但这种思想在现代也不会再存在 而且我们看到孔子也曾经说过 当我们看到父母 有做错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要虚心勸奸 明显地看到 即使是在以前孔子的现代 我们对于父母都并不是完全 父母说什么我们就听完 多谢各位 现在有请月方派出第二条的台下法文 准备好之后请讲可以 准备好请讲可以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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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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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收得很清晰 你那边可能要前一点 停一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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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同加大精神壓力會自殺呢? 多謝各位 隔方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叮! 多謝! 多謝! - 叮叮,准备时间结束,请甲方派出一位的台上辩员答辩,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赶出可以。 - 是,姊妹,姊妹,大家听不听到? - 清晰的。 - 是,可以。 - 叮! - 首先,多谢方堂的问题先,我方想重新,我方今天是蒙末黑瑜伽的,方堂今天说什么? - 问我们修心养性能否解决到他们压力大致的问题? - 我方就回答你,不可以。如果方堂今天说修心养性能否解决到问题的话,现况还有这么多人去自杀? - 实际上方堂今天说什么?黑瑜伽禮,要守规矩,方堂其实你这些规矩就是更加加大青年人的压力。 - 现在自杀率这么高,这么多人精神有问题,正正就是方堂今天所说的黑瑜伽禮,要去关心社会才是强迫他们去跟随主流, - 令他们失去治安不能做选择,所以才会那么大力。 - 所有方堂今天所说的变态是不成立的,多谢各位。 - 台下发问环节结束,现在是截便准备时间,双方截便有一分钟作准备,开始计时。 - 叮! - 叮! - 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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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Kaz 说得很阳 美其名若要这班年轻人享受自由 不跟社会主流 但想起心一层 年轻人是否随心所欲 想做不就做不 其身不领以恨 其身不正 推理不重 在其位当做其事 无论在哪个层面考虑 年轻人都不應該罔顾他人 只顾自己内心感受 对于团腿缺乏信念感 以及债信心 這種行為也不應該用自由之名去美化 就好像有一個台上所問到 我們是不是就是為了獨自學 而和我們的父母斷絕關係呢 自由背後的邊界與責任理所當然 應該連入青少年隨心收入的考慮 自由是紀律的基礎 而紀律是自由的保障 青少年更加應該遵守規則 才能夠擁有真正的自由 大學的目的就是為了培養一個 對於社會有貢獻有教養的精英 而這些大學對於青少年的培訓 不外乎於知識層面上的教育 如東凌書院門外的一個對聯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義 家事、國事、天下事、時事、關心 青少年就是應該要做到關注時事 積極向上才能夠令到香港 在國際上取得優勝地位 多謝各位 月方劫現所用時間為4分03秒 沒有過事無需扣分 接著下來有請甲康結辯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事員說出可以 是可以 正 在各位大家好 打工先靠譜 買樓好過租 結婚多美好 人應該多3點 小寶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陳雷 最近出的下流社會呢? 其實這首歌正正反映到 我們現在的現況 從小到大 我們都被人貫輸 有工有樓有家 才是一個好的人生 其實不不在各位 我的夢想是想成為一個畫家 但無奈的是 所有人都跟我說 畫家是不賺錢的 沒有人會理你這幅畫 我整點從來都沒人鼓勵過我 甚至連我媽媽都跟我說了最多的就是 不要犯了一些不切實際的夢 要努力讀書 考上一個好的大學 出到社會可以找份信工 生活就會衣性無憂的了 如果我堅持夢想 沒有張尊父母說的旨意 有方就為我扣上 不關心社會的母子 在有方眼中 是不是年輕人有自己的想法就是錯的呢? 有方答台上的時候 只會說青少年和媽媽自己搞定就可以了 但現在就是因為這些例子 導致我要聽父母說的 父母所說的 我跟媽媽說我想做畫家 結果就是媽媽不給 有方所說的爭取權益被罰 正正因為現在所說的例子 因為這些規範 所以才導致這樣的問題而已 有方台上想我們 想到家解決所有的問題才可以 有方今天的標準度有多高呢? 而且今天的變題是說 哪一個更加適合青少年的處世英勢 今天有方摧毀變題 又把道家瑜伽說得這麼相似 但其實問題是道家瑜伽是對立的 而如果你說得這麼相似 那有什麼可以討論的空間呢? 有方今天就扭曲了兩者 有方其實都知道道家是有用 只不過就跟我們說 只不過就是因為他是支持瑜伽 所以就將社會上所有的好處說成是瑜伽的 有分義父說的黃安錫 就是紮善而行 這些全部信其自然 其實正正是道家的思想 有方根本就承認了道家是好的 面對著一個壓力爆煲 有自殺念頭的青年人 究竟我們要跟他說 神認自然 愛惜生命 還是跟有方所說的五常呢? 其實有方主編都會說 幾所不欲物是於人 那為什麼有方又要將這些期望 這些欲望施壓在 青少年身上呢? 有方很重視規矩 我也知道 又要公民意識 什麼都要 沒錯 現在是很重視規矩 覺得是禮教這些 所以 漢武弟之所以會霸著霸家 獨尊如索 都是因為有方你所說的有明確的規矩 有利於國家發展 每個人都會遵守規矩 國安其位建構了穩定的社會秩序 現在最大的作用就是社會穩定 所以才會 會受帝王歡迎 但現在只是為政權服務 分類了個體的獨立性 到了今時今日 我們是不是還要推崇這個制度呢? 有方大條道理 現在青少年要瑜伽去舉行的時候 又有沒有想過 其實現在的家所 到了今時今日 已經仍然綁綁著社會 有很多不同的禮節綁綁著 亦都好像有方不斷加一些加鎖 進去青少年的人生 加大他們的壓力 而減法就像道家一樣 減去一切人為束縛 令他們更加了解自己 之所以道家是順其自然自由發展 就是因為每個人都是不同的 又怎會是有方所說的逃避呢? 但有方這樣的減法 其實是減去對現況的理解 減去對青少年的理解 因為現在有清晰的禮教規範 所以才會令到青少年有方向 有目標 但後長的話 規則是因時矣的 所以可以有時遵守有時不遵守 這些有時遵守有時不遵守的規則 到底是不是可以令到青少年有方向 是不是令到他們適合明顯自相矛盾 而且用這個大人的準則去判斷青少年 漠視青少年的感受 只是看什麼是對社會好 看什麼是可以推動社會 看什麼是可以做到社會和化 這樣就會無疑增加了青少年的壓力 社會對它有這麼多期望 這麼多禮節 我們又何嘗不可以實行簡法的人生呢? 其實有方是沒有論證過 為什麼一定就會無公民人生呢? 最後的最後希望再見各位 謝謝各位 請問主席你是不是mue了自己? 我們沒有聽過叮叮的 對不起我mue了自己 不好意思 升了15秒 不好意思 聽到我沒有聽過 不好意思 但是我覺得可能 有一點點 就是可能是不是要討論一下? 因為沒有那個叮聲 所以 因為我們應該不是 等一下 現在有沒有扣分? 現在沒有的 現在沒有扣分 沒有扣分的? 不用扣分的? 是 不好意思 甲方同學 沒有影響我 是不需要扣分的 因為剛才都應該有手勢提示的 不過我下次會看回那個鐘聲的了 看回聲音 不好意思 好了 雖然那個收尾 雖然那個收尾好像急 會因為這樣而急我一點點 但是不影響我給你的分數 好 現在呢 請評判注意 最佳辯論員需要額外評分 每位評判 請先選出三位表現教階的辯論 再分別給予分數 最佳一位得30 次佳一位得20 而下一位得10分 如果評判完成了分子之後 請你都在苗天室那裡確認一下 麻煩 請需гля斷 可以 請忽然 請願 請 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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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感谢观看 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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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一些繁民欲折的 導致他的壓力就真的不太好 但如果我跟反方的概念 如果我只不過是維護四線端 有些必要的禮 就是 真是很必要的那些 就是你不要 不要淫邪啊 不要等等這些 那其實很合理的 即使他有壓力 都是一些必要的壓力 所以今天其實那個討論 那個壓力 我覺得反方沒有就著必要性的討論 或者沒有就著背後禮 真正的概念是些什麼的話呢 我覺得是比較可惜一點 如果你可以研究一下一層去說 其實你說的壓力 背後的東西可能是 一你錯不理解了禮的意思 其實那些壓力是社會的框架 但是社會框架不是儒家製造出來的 這個可以是 或者是人們錯不理解儒家製造出來 二就是這些剩下來的禮 所導致的壓力是必須的 那我這些你可以再討論多一點 那接著之後呢 那接著之後呢 就是一些比較真的去到 這些就戰場了 即是宏觀少少 那微觀少少的呢 就是小心用例 有些是backfire 很明顯的 不過對面又沒有point out 就是我覺得今天反方的那個 對於戰場上面的sensitivity 就是那個敏感度是不是很強的 就是很多位置 我覺得都是送了少少 叫做送豬肉 就是有些對面backfire 是抓不到的 例如他說 例如甲一說 12歲去賣淫 那麼就 如果不是 就是 但是其實在儒家思想裡面 是怎麼都不會賣淫的 對不對 就是你就算 怎麼禮 沒有一個禮是賣淫的 是不是 所以 反而人而禮智 就應該是更加跟你說 就不可以做這些 反而如果你跟道家賣淫 那個人很喜歡賣淫的呢 是不是 那是不是要順應自然呢 就是你知道現在比較 就是等等 所以這些就backfire得很嚴重 那麼 接著就 黃安石那個是挺好的 就是黃安石也是一個儒家典型的人物 但是呢 是一個 但是又是反方又是抓到一顆不識脫角 就是我覺得黃安石它最出名的 不是它不做京官物 最出名是黃安石變法 為什麼你不說變法呢 是不是就是典型覺得 因為社會制度不好 所以我要改變 我要不服從這個社會框架上面 對不對 所以 你可以這樣說 到最後就是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其實就是緊接著剛才我黃安石那個說法 就是我覺得我自己利身 是一個鐵打的儒家的支持 就是如果要在愚童道之中去選擇的話 那當然這個呢 我是可以保證是不會影響到評分的 但是去到最後呢 就是我想有一點點的分享就是 就是 為什麼我覺得當年會make sense呢 其中一個原因 第一因為它人煙稀少 第二因為我的社會沒有什麼 一些是很需要合作才解決到的問題 而且是 也是比較民風順迫 但是我覺得 就是你隨著人口越來越多 大家住在一起 然後也都相應的問題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覺得是不可能做到那種什麼 那個我不懂得累 什麼雞鳴 老死不相往來 那種 那個是不會 當你人與人之間是有一起的 就一定要有制度 就一定有秩序 而有秩序的時候 就一定不可能是每個人去信心而為 因為每個人 就是當然我知道他信應自認不是中辱的 就是信應自認是說有一種道的概念 但是我覺得是很難在現今的社會是apply到的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 我覺得道家有兩個我自己認為核心的缺點 第一就是 始終我自己認為是沒有一個太 就是我不是很信奉 有一樣東西真的叫做很自然 所有叫自然 所有的勢 如果是法家寫 所有的勢都是人組出來的 就是現在 我們所謂的自然 只不過是前人先輩 前輩他們所努力爭取回來的 所以無論是如果你有不公 還是大壓力 還是讀書很辛苦 我自己覺得應該是要發聲 應該在這個制度裡面 當然是用一個合適的方法去改變這個制度 這樣才可以解決到那些問題 當你不像以前那樣 你可以躲在一個山洞裡面 就沒有問題 所以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關顧弱勢的情況 就是大家路死不相往來 大家順自然而為 但是似乎 忘記了有些人順應自然的話 就會是死了 一定是 就是他一定會是沒有人關顧 所以當一些是明顯的弱勢社群的時候 是不是需要一些更加積極的關心呢 需要一些積極的介入的協助呢 這個我自己覺得都是 大家值得思惠的 今天 謝謝陳雲先生 最後我們有請 萬鈞匯之中學辯論隊 負責老師李靖權先生 為我們給一點點評語 謝謝李Sir 是 是 可能有些疾 李Sir那邊是不是 OK了 我只是說一些 剩下 是 OK吧 是 測試 OK 我只是想說 剩下一些我想說的事情 那就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我希望 就是甲方 是的 就是特別希望甲方呢 是 的兩位副辯呢 在present那裡呢 就學習一下你們的結辯 是的 結辯的速度和語調 是會比較好些的 你兩個都講得 你兩個都講得太急了 因為 尤其是現在打網賽 因為打網賽呢 你講得太急了 你聽是會難了 是會難了的 那如果你再這麼急 或者 不過不是就是你的問題 那上一場都 就是上一場的甲方 都是這樣 不知為什麼 今天我看那兩場比賽 做道家 就是道家那些 印象上出來 出來做的反駁 是很 是很氣沖沖的 是很不道家的 不知道 是的 但是其實不是很影響過 就是不是很影響過評分的 但是 但是如果你說得太快 而令到 再加上網賽 就是會聽得比較辛苦的 那 總之 就是不會因為就是你快 你不像一個道家的形象 所以 所以不給高分給你 但是如果你那個 你快到是聽得不清楚的話 那就會 那就會影響過分數 那這個是要 是要留意的 那當然對分數的影響是基本上沒有什麼的 那但是有些什麼會 其實呢 在我那裏 在我那張票 是有兩 是在什麼位是會很影響過勝負呢 就是台下發問 就是台下發問和答辯那裏 那裏 台下呢 甲方你們問了一條很好的問題 但也都問了一條我覺得不太好的問題 原因是什麼呢 你第一條問題 那個問題 我覺得中間攝了太多的東西了 似乎你 就是要記住台下發問 那個主賽 始終都是一條問題 如果你前面打了很多東西 但是你的問題 只是一些很普通的問題的話 我很難會給到高分給你 當你的問題是 就是中間攝了很多 然後去到最後你問 就是青少年是不是要這麼執著啊 那難道對手會跟你回答 是的 青少年就是要很執著的了 執著到自殺都要很執著的了 就是難道他會這樣回答你嗎 所以可能你 最後一條問題呢 就真的你用那個來做的主賽 其他前面那些 我知道可能你想提台上一些東西之如此類 但是可能都要是 要想一想 到最後出一條問題 是出得比較 就是中間一點點的話 那可能只是給個中間一點點的分數 而對方 你一條 就是正如我所說 人家一定是回答你說 其實就不是需要執著的 因為瑜伽都說什麼什麼 其實有些東西他們前面說了 你再用這樣的問題去問 他將前面的東西滾了你 他已經回答你的問題 拿到答辯的基本 就是基本的分數 對你們來說不是太作數 反而是什麼呢 就是你們第二條的法文 第二條法文就是 第一 就是在你們打的一些例子 就是兩邊在爭論 我想怎樣 就是我想選 我想做什麼 我想做什麼 但是父母不喜歡 那根據孝道應該是怎樣 你講 就是家方講了 月方又講了 但是大家都好像講 然後大家都好像沒有交鋒 沒有推進過那個例子 但是第二次台下答辯 第二次的台下答辯 是有推進到這個例子的 還有去到 就是跟著 就叫做 真的有聽別人的訊息 就是別人那個就是 總之 喂 瑜伽 瑜伽一方面 又跟你說 我很講原則的 但是那些原則 又可以因時制宜的 那就是因時制宜 還是講原則 這個呢 其實是應該很早 兩位負面 就應該要問的 因為人家都是比較早有提出的 那兩位負面應該要早提出 那當然去到 你們台下發問 去問這條問題的時候 那條問題 我是給了 雙方這麼多條問題 我是給了最高分的 但是如果能夠在負面的時候 已經開始質疑這些東西 那就連你們負面那裏的內容分都會提高 那對你們的分數更加有一個好的影響 那最後一件 就是最後一件想說 就是想講 就是甲方的結辯 我想讚賞一下甲方結辯的表現 就是用的例子很生活化 剛剛出了首歌 你也拿來用 那另外就是 還有能夠 因為呢 這個就是 也都想講的 就是呢 其實雙方今天用一些的例子等等 那些呢 可能有問題 也可能沒有問題 就是例如中庸 中庸當然這個是 就是四書裡面 就有本是叫中庸 那但是其實 因為大家今天 道家和儒家 都是在講先程的思想 而道家和 而老子和孔子那個的時代 其實很相近的 甚至是在史記裡面曾經有記載 是 孔子是造訪過這個老子來去求教的 就是大家 或者學術上的 就是思想上面交流 所以其實呢 很多時候 道家和儒家呢 是有相當的東西是很相近的 所以中庸 是不是道家完全不提倡中庸呢 其實 道家方面 就算沒有提到 就是老子和莊子 就算沒有提到中庸 這個詞語 但其實它裡面 都有一些句子 是說到 是跟中庸的意思差不多 這個 這個我理解到的 另外就是黃安石那裏 黃安石 對一般人來講 記得黃安石的事 都是他做京官那時候的事 當你不斷提他 不做京官 走了去做地方官的話 聽下去也是會覺得怪事 當然 當然我明白的 我知道黃安石真的有做 真的有試過是 不繼續做採相 我要下去做 就是我要下去做地方官 因為一些問題 我要下去做 這個我明白的 但是又是 就是大家在這方面 為什麼會有評判有質疑 就是因為你包得不夠好 例如當你說中庸 就這樣說 中庸就是 道家就是講中庸 老子說過哪句話 都是跟中庸是很相關的 莊子又有哪句話是說過 其實你Google一下都找到的 所以我想說的就是 當你這些例子要包的時候 黃安石也是一樣的 當你要包的時候 你要顧及評判 或一般聽眾的接受程度 當你覺得可能真的有些 就是你要想一下 他們可能第一個反應就是 中庸是儒家講的 那你就要拿些說話去包 包其實都是有說的 最後就是我想 我為什麼說很欣賞這個結辯 就是其實 就是怎樣去面對 儒家和道家 其實很多東西可能都是差不多 因為根本就是 就是根本就是同一個時代的東西 他們面對著同一個時代 那有些什麼是不同的呢 要 你今天都會發現的 甚至甲方一直都在說 那你說到一樣東西都一樣 那不用說了 很多時候辯論 千萬不要用這一種 千萬不要用這一種的態度 這一種 你講完啦這樣的態度 那就不是一種很辯論的態度 那什麼變 什麼態度才是好呢 好像你見面這樣 真的要找雙方是什麼 而其實你講的講法是對的 道家是對當時的環境一種減法來的 因為道家其實很多東西是批判當時儒家所提出 儒家就是覺得當時太煩雜了 儒家就是一套家法來的 現在已經是有人提倡 道家在同一個時代 就是提出應該是要減 因為已經太多了 所以應該要慢慢向下一個減法 這個比喻其實是能夠 分給評判容易分到 儒家是什麼 和道家是什麼 而不要講話 那你說完 那這樣 其實你也是沒有推進到辯論的 你能夠分到大家有些什麼分 雖然可能 在一個思想的觀點上面 傾向上面的差別 但是這個差別其實是可以很大的 如果再漂亮一點的話 包括今時今日 我們可能社會面對的事情 的掣肘等等 那些都是太多了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要的不是一個加法 而是一個減法 這樣的話 對你們 如果你整隊 跟著一路下去的立場都是這樣玩的話 今天你們 在內容上面 應該都可以有機會 比較壓倒性地去推對手 那就是希望呢 下次 其實我想再打這條變題機會 又未必很大的 那但是如果萬一都真的有打的話 希望這些評語都可以幫到大家去了解 或者打得好些 那多謝大家 多謝你政權老師 現在會宣佈賽果 在宣佈賽果之前 會先公佈今場的最佳辯論員 今場的最佳辯論員 是月方寶錄六世書院主辯 曾潤琦同學 現在為大家宣佈賽果 今天的辯論是 隔方 度假思想比 愚家思想更適合現今 香港青少年 處事應世 月方 愚家思想比 度假思想更適合現今 香港青少年 處事應世 由隔方 天主教國德性中學 對 月方寶錄六世書院 比賽結果是0比3 由月方寶錄六世書院勝出 多謝大家